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架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预计会有更多袭击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中东的动荡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所有的迹象和预言似乎都指向暴力和冲突的升级 以色列被敌对国家和企图毁灭他的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所包围 《创世纪》十二章两节说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以色列 最终,以色列将被全能的上帝拯救以色列并不完美 他犯过许多错误 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无论你在政治上或属灵上 对以色列当前的动乱是何种立场 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可以为以色列祈祷 以色列需要你爱 以下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的祷文 让我们同心为以色列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恳切地为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祷告 祈求他们之间的和平与相互理解 我们祈求这些国家和其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体验到你深厚的怜悯和爱 愿和你神圣的相遇能激励他们放弃冲突之路 转向你促进和解与团结以防止灾难 我们祈求在你的智慧和慈爱的指引下 实现变革,为中东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 愿所做的努力能修补分歧 建设一个和谐圣果纷争的未来 主啊,请为以色列带来医治 以色列是你的选民,也是你钟爱的国家 这些日子以来,他们遭受了许多痛苦和伤害 请给他们带来平安、安全和痊愈 不仅如此,还要让他们从伤痛中迅速恢复过来 让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的人们心灵得到慰藉 对以色列的袭击使许多建筑被摧毁 他们的心灵也破碎了 他们感到迷失、恐惧并担心自己的未来 请为以色列人民和他们的国家提供恢复 请帮助他们重建城市,将治愈带入他们的心灵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他们需要从你那里得到恢复 主啊,我们知道你爱以色列 请帮助他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和属灵上所需的恢复 主啊,你的话语在阿姆斯书5章24节告诉我们 为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我们知道当前的悲剧,还有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不幸事件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所为 你渴望仁慈和正义,而不是邪恶和不公 由于罪,人类能够做出可怕的事情 包括战争、谋杀和给他人带来持久的痛苦 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目睹了以色列的持续动荡和冲突 这让我们许多人感到困惑和悲哀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局势,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争端问题 还与反犹太主义这个古老的问题深深交织在一起 愿那些怀有反犹太情绪的人,被你的灵定罪,被你的爱感动 我们祈求正义,也祈求他们的心灵得到深刻的转变 请为以色列人伸张正义 他们饱受不公之苦,需要你的帮助 请将你的大能之手伸向他们的国家,使他们振作起来 你能行万事,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对你来说是太难的 对以色列及其人民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下去 但你能为他们伸张正义 对于现在的以色列来说,和平似乎是陌生的 爆炸,警报声,恐怖袭击与死亡威胁是他们正在经历的 你的话语,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主啊,以色列现在需要这种平安 请为以色列人民带来平安 将希望带入以色列人的心中 他们正面临着恐惧,不安和忧虑的时刻 请用你的希望,平安和爱环绕他们 愿你的爱与怜悯在这个反犹太主义暴力 战争和邪恶的时代闪耀 即使面对困惑和心碎 请帮助我们对你更伟大的计划充满信心 知道你的话是真实无误的 你掌控一切,你的判断将占上风 主啊,当我们将心献给迷使 请使用我们为这些受苦的人们带来援助和力量 主啊,我们信靠你 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